亲手灭掉自己一手创意的魔法 是一种甜甜的甜 鹅梅泰的创害主师和孙明泰的不适 被大魔头云鸡刃从棺材挖了 我两位掌门 他已不道啊 我还说过了 难道是穿声音桌 鹅梅弟子健壮纷纷冲出无奈 要守护教材 我就是想太师 也他亲手创意的 传不鹅梅者 众人皆可出去 众弟子持剑纷纷刺向主师 可他们这点微薄的休息 在祖师爷跟前解释就是以冷息时 鹅梅派掌门以本人传教法上 跟上祖师爷 可依旧不是祖师爷的对手 最终法杖内的灵珠 被魔女人居艳轻松地拿走了 得知鹅梅被自己的祖师爷亲手灭了 昆仑派下的瑟瑟发抖 掌门人决定带领众位弟子 把下法阵守护昆仑 随着掌门一声令下 昆仑内全部弟子齐齐汇聚在一起 跟随掌门的动作 将全部的力量汇聚在掌门面前的这把剑城 随着剑气冲天 昆仑的防守大阵天罡阵法 照着昆仑整个伤害 可云居艳对这个破阵却吃之以敌 因为他有昆仑派的祖师爷在手 他亲手没有楼梅 这一次给你了 只见祖师爷双手一指 昆仑派最强的进攻阵法出现 祖师爷召唤出了历代战争的最强战争 出来应战破阵 没一会儿的攻击 几百具棺材变摆满了昆仑派的小防场 昆仑派历代的掌门和掌门的指数 使劲地砸向自己们派的防守大阵 昆仑的这些后背看到仙主的下场 一个个吓得全部都在撥 眼见这些后背都快吓成闹 仙主们直接以一把巨型大刀 直接砍破了防守大阵 昆仑派宇若没派一个下场 也被自己的祖师爷给亲手灭掉 昆仑掌门死里逃生 带着剩余弟子来到后山的山洞 这里放置着本派的镇教之宝镇魔镇 凌居宴攻打个大门派的目的 就是为了镇魔镇上的这颗灵珠 相传在唐古开天之时 与四大神兽抛贴 穷奇 毫无 混沌 大战了七七四十九日 最终降服了四大神兽 并将它们化成了四颗灵珠 分别由四大门派掌管 如今凌居宴已得到了两颗灵珠 正在吸收灵珠的领域 如果他们能找到剩下的一颗灵珠 那就可以阻止云居宴凑弃四颗灵珠 复活四大神兽 对啊 他两个 我两个 是这一颗 没那么简单 掌门告诉弟子 想要找到最后一颗灵珠 唯有先找到蜀山派的师叔祖 逍遥子才可以 逍遥子是个不守清威戒律的人 平时都不在山上修炼 常年混迹在赌方内 昆仑派弟子找到逍遥子的时候 他因为初老千正被赌方的文明 可逍遥子生性散乱惯了 不想跟着这些后辈们去找什么灵珠 起人见状也是好像他在放在里面 为了自己每天都能吃上这么好吃的饭 逍遥子终于肯答应帮他们一起去找灵珠 最后一颗灵珠藏身在蜀山禁地摩龙坠内 由一只千年巨龙负责看上 当他们走进蜀山禁地后才发现 这里实在是太诡异了 一路上的这些石像剑有人进来 竟然流出了血泪 小胖子话还没说完 一只白衣女鬼就飘到了他跟前 只是看了他一眼 然后小胖子就变成了石灰人 逍遥子让大家闭上眼睛安静好 否则全都会变成石灰 可总有人不听话 偷偷地睁开了眼睛 就在自己石化的过程中 他竟然一把抱住了女鬼 然后跟女鬼红归于尽 与女鬼一起变成了石头鬼 此时他们终于来到了魔龙库 见到了最后一颗灵珠 谁要当把龙珠拿到手里 守在一旁的巨龙瞬间变苏醒了 女弟子见状赶紧摆下见证 向魔龙发出攻击 可魔龙根本不吃这一套 他自己也被魔龙给吃到了 逍遥子见魔龙如此凶猛 赶忙使出蜀山的万剑归宗 直接将魔龙打败 谢谢你们帮我解决了魔龙 到了摘果子的时候 云居燕居然走了过来 他用眼睛动了女弟子一眼 然后对方就乖乖地将灵珠 跟手送了过去 然后云居燕念动了灵珠的口 云居燕借助灵珠的力量 将自己与魔龙合二为一 再一次复活了魔龙 见云居燕使出了大招 逍遥子也不能再藏着约着 他用鲜血打开了自己旁古残人的公寓 升级版的万剑归宗一股脑的权送给了魔龙 魔龙瞬间就变成了一只大刺蜗 云居燕死后 刺客灵珠再次回到了五灵正派的手中 那么接下来世道真的会太平了